这个鲁针树呢,是什么呢? 是它的这个地质 就是不管是气体,或者是流血分质 邻君自由路径,比上特征长度的一个比字 那各位可以想见,如果这个质很小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我们平常常见的聚观的尺度 所以当这个质因为分质渐渐变小 或者是分母相对较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接近 你的儒生数变大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量到 在微耐力尺度下发生的这个现象 究竟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当然,这里面推导一些公式 然后有不同的这个范围之内 我们从这个聚观上 就是从它的这个儒生数 儒生数的范围呢,大致上可以把这个 流体的这个分成四个区块 第一个呢,就是continuum region 也就是刚刚所说的聚观 聚观的现象呢 这个Navius Dog Equation 跟这个Energy Equation 基本上都是我们过去所熟知的 都可以拿来用,没有问题 那到儒生数渐渐渐变大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所谓的Slim Flow 这个华语的流动 这个华语的流动是什么呢? 是它存在着边界上面的不连续 那接下来呢,当你的儒生数再变更大的时候呢 最后呢,就会到了这个Green Wolf Q 自由分子的这个领域 那这个中间这一栏呢 是针对这两个 这个不同的这个流体的范围去解它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图画出来呢 基本上面来讲 就是把三个极端给画出来 线一,也就是实线呢 就是我们过去熟悉的居关 基本上面呢,它的速度是连续的 温度也是连续的 而且呢,在这个接触面上面呢 它跟这个表顶分子 跟这个板呢 是一致的温度跟一致的速度 那接下来,当你儒生数渐渐变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开始出现所谓的华语 所谓的华语呢,就是这边存在着不连续 那这个就会变成线二 不管是你的速度 或者是你的温度 那到了线三 这个是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free molecule的时候 free molecule就是儒生数很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你的流体 基本上面来讲的话 会视为均匀一致的 也就是不管是它靠近墙 还是远离墙 它的速度跟温度都是一致的 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 这个free molecule region 这也就是前面那张通影片面 所去除的这个free molecule 让你儒生数大于死的时候 那接下来 我们今天第一部分 就是要针对这个 我们上次讲的部分 做继续,继续什么呢? 就是介绍中间这一栏 就是我们针对这不同 那我们的流体 它的范围 我们要去解它的流体性质 解它的温度差 我们要去算它的热通量 那我们的方法是什么? 好,所以今天第一个重点 就是要介绍不同的方法去解它 那基本上面来讲呢 如果儒生数大 这个大于10的话 大概呢就是要用这个 Direct Simulation Morning Column 这个直接解那个 无地卡过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这一张通影片 这是我们上一次 结束的时候 这个所提到的 它一开始先告诉我们说 在Continuum Regime 也是各位在修CFD的时候 在做的事情 那基本上面 它还不是拿来解 那米流体 所以我们常常会用来做 用它来解这个Continuum Regime 就是在局观底下的流体性质 那我们有哪些方法? 首先 最熟悉的 这个有线元素法 Binite Element Method 再来呢 有线插分法 Binite Difference Method 边界元素法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然后等等 这些东西啊 都是可以拿来解这种 聚关 也就是在连续流体的范围里面的 那最近 那当然就是这个 我们有发展的 所谓的这个 CF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的软体 也可以拿来去解 这样在连续流体里面 这个相当的问题 那不同的几个形状 你都可以拿来解它 好 那好 那再来呢 再来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呢 我们要把那个流体的分子 变小一点点的话 那就是我们把它 把我们的目光焦点 放荡来看 那流体分子的话 这个时候你要去解它 那你的数值的解 基本上你就要去解那个什么 波兹曼方程式吧 那要去解波兹曼方程式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通常来讲 这句话 黄线的部分就是告诉你 你通常可以用什么 用Determine 这个Determine Stick 所谓Determine Stick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你确定你 关键说你每一个例子 你都知道来干什么 那相对的来讲呢 就是Stochastic 基本上就是一种 过然率 几率的方式 去解这种 波兹曼传递方程式 OK 好 那再来呢 我们就是来看看 接下来所要介绍的 这两种差异呢 这两种的方法呢 我们待会会 跟各位介绍 这两种都有它代表的方法 那在解这个波兹曼传递方程式里面 我们过去所学过 你的困难或者是你的挑战点 是在于什么 在于你的那个碰撞相 对不对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你要做近视嘛 对不对 那就是最后面那一项 那我们首先要介绍 第一个方法 去解那个流体的方法 叫做Latest Portsman LB 这个金格波兹曼传法 那这个金格波兹曼传法呢 它基本上是基于 所谓的Methoscopic Kinetic Equation 它是一个等于是中量级的 Methoscopic的运动方程 那它呢 是用来去模拟 它可以用来什么呢 模拟单向或多向的流 而且呢 来处理很 复杂的这个界面上的 这个动力学跟解架形状呢 它都可以拿来用 所以LB这个方法 金格波兹曼传法 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它可以处理我们其他 就是这个流体相关的问题 那在这个LB的方法里面 它怎么做呢 它基本上面呢 它是把它分成很多个格点 而很多个格点呢 每一个格点呢 基本上是一个体积的单元 Volume Elements 所以它呢 基本上就是把空间切割 切成很多小网格 那每一个小网格里面呢 包含着一群的collection 一群的粒子 然后呢 这一群的粒子 是用波兹曼分布的函数 来去做分布的 换句话说 它把空间当中 你的这个空间呢 切很多小网格 它每一个小网格里面 都是一个立体的 然后这个立体的小网格里面呢 包含着一堆粒子 而这些粒子的分布 是按照波兹曼的这个分布 那你的流体的粒子呢 基本上会跟其他的 每一个粒子之间 会彼此的去作用 会碰撞 那最后呢 基本上面呢 你就可以 那在这个碰撞的时候呢 你去做分析 就是去追踪这些粒子的碰撞 那在这里面呢 这个 LB这个方法 它是用减易的运动方程 Simplified version of the kinetic equation 所以呢 它在解你的波兹曼的传递方程 是这个BTE 这个波兹曼的传递 Transport equation 它并没有完整的去解踏 也就是说它去避免掉 它不要去解踏 它是用一些简单的运动方程去解踏 它尝试着用一些近似的法则去解踏 OK 所以这个样子呢 它就可以很明显的降低你的运算所需要的需求量 那这个是LB 这个latest波兹曼 这个method 那刚刚所说的 这个金格波兹曼法可以很明显的降低 你的计算量 它是用近似的方法 是跟谁对比呢 那就是跟接下来介绍这个方法 Molecular Dynamics 分子动力学 OK 所以前面呢 金格波兹曼法 如果说把它视为一种近似 是一种偷机取巧 那真正的硬功夫硬体质 就是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分子动力学 分子动力学 基本上面来讲 它如果前面的两个归类的话 它比较是什么 比较是deterministic approach 因为它不是分两个嘛 一个是用完全的去追踪 另外一个是用一个这个 这个豁然率 激率的概念 那这个分子动力学呢 它呢 基本上呢 就是比较 考虑到的是一个deterministic approach 它是很扎实的去做 怎么说呢 基本上面呢 它呢 把每一个分子 都遵守着牛顿运动的 定律 OK 然后呢 它呢 在彼此碰撞 跟这个作用力的时候 都遵守了牛顿定律 所以 这个是分子动力学 可以想见 它基本上 是把每一个分子都规划得好好的 那它的做法是什么呢 它第一步啊 叫做initialization 什么叫initialization呢 就是在空间当中 就是你要模拟的空间当中 第一步做的事情 就是呢 把分子随机的 布在你的空间当中 这个叫initialization 这个布的时候啊 你呢 位置给它 这个速度也给它 所有的东西 通通给它 initialization 通通给它指定好 OK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还设定它们的速度 根据某种程度的分布 所谓according certain distribution 指的是 譬如说你在当时的环境是多少温度 那你就会依照它的温度 设定它的速度 速度的分布 那注意到它不是全部一样的速度 它是有分布的 OK 那这是第一步 这个叫initialization 那之后呢 在第一个initialization之后啊 所有剩下来的 完全 就按照牛顿定律 然后呢 就每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 去看一下 那些分子往哪边跑 在这跑的过程当中 它跟谁撞 跟谁撞了之后呢 就完全按照这个 这个牛顿运动定律 动摇手腕动成手腕去接 碰撞之后 各自独立的位置跟速度 所以你可以想见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呢是不断的追踪 你刚刚所说的n个分子 每一个小物件 稍微变一年小时间 注意到你这个时间不能太长 太长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 太长的话你会发现 那个分子已经跟好几个分子撞了 你根本搞不清它最后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它那个碰撞的时间非常非常短 就是时间间隔非常非常短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在解的时候啊 是非常需要花它的计算量的 然后再来呢 它在做边界条件的设定的时候 它通常是用periodic boundary condition 也就是说 多少个分子穿出这个体积里面 就有多少个分子从另外一边进来 否则它没有办法解嘛 分子跑掉了就抓不回来 原本不会有新的东西跑进这个空间 因为你可能是抓一个特定的空间 你原本给它五百万个分子 它跑着跑着跑着 有一些分子跑出去了 那从上面跑出去了 就会从下面钻进来 因为它是假设是periodic boundary condition 那你这样呢 你才能够去保持 它在这个体积里面是五百万个分子 那接下来呢 是五百万个分子之后呢 你不断的时间呢 累积了演技 那这个分子动力学 你要去求 不管是你要去求等效的温度 求压力 或者是其他的性质 怎么做呢 就是把那五百万个分子 在那个时间 那个瞬间的情况之下 的性质平均起来得到 所以这个是分子动力学 我来做Dynamics 我们现在的老师 专长是这个的 就是那个张艺林老师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修他的课 他还是在 在研究所有开课 好 那这个基本上面 是那个分子动力学 那分子动力学 我们常常在做计算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 所以要追求他的速度 那分子动力学 在运算的时候 他的速度 也就是说他需要的计算量 也就是速度 要导过来 他所需要的计算量 跟你的 里面模拟的粒子 数目的N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是他跟N的平方 乘这比 也就是说你所需要 运算的资源 随着你的N越大 你的需要的 运算量就越大 那再来我们 除了这个 跟计算量有关的 除了粒子数目之外 另外一个 你要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每一个 时间的步进 是多少 以分子动力学来讲 他通常来讲 他的模拟的 时间的步进 每一步 大概是 order of phentosecond 所以你要累积个几千步之后 才会到一个pico second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在分子动力学里面 你就要去计算量 你如果要模拟真实世界里面 一秒钟之后 他的温度 他的这个压力 那个分子动力学的 那个人还会跟你说 这个你除非 给我很高速的电脑 很大量的运算 我的火做不到 我只能给你 按几个pico second 那microsecond搞不好都很吃力 你可以想见 microsecond 大概就是 10的6次方倍 所以你要泡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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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molecular dynamics 在这方面来讲 他的缺点 他的优点是 他给你巨细迷移的资讯 每一个例子 在什么时候的位置 速度全部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一开始设定好了 啪 你就让电脑去算 那他的缺点呢 就是他需要很大量的计算资源 跟你例子数的 数目平方成正点 而且呢 他的每一个时间的固定 他大概只能跑 phentosecond 那为什么限制他只能跑 phentosecond 就像我刚刚讲的 是因为你不能够超过他的 什么 碰撞的时间 你如果碰撞 如果他每秒钟碰撞十次 那你的模拟时间 时间附近 就不能够超过十分之一秒 你可能要二十分之一秒 或三十分之一秒 否则你超过十分之一秒 他就已经可能撞到第二个 那这个模拟就会不准 这个是为什么他必须要用phentosecond 那如果要用phentosecond 那你就可以想见 即使你给他跑了几千次 那他了不起只到pico second 那你要到microsecond 你可能要几千个几千次 那之后 那这个 好久你才能够到one second 所以这个是他的缺点 好 讲了他的优点 讲了他的缺点 讲了他怎么作用之后 那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告诉各位的是 他适用在哪些地方 好 对不对 因为你告诉我优点 有缺点 那又告诉我 他这个 那他的运算原理 那究竟他有什么地方 是适合他用的 基本上面 他比较适合用于什么 dense gases 比较这个密集的气体 为什么适用呢 因为他碰撞 这个 这个 比较 因为他的那个 平行自由路径小 他一下子撞到 所以你比较喜欢他用的dense gases 那dense gases 之外 那当然更密集就是 像液体 甚至固体 那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面 主要的特征就是 在一个小小的体积里面 有一大群的分子 所以就是confined a large number of particles in a small body 那通常来讲 他比较适合于什么 比较适合于nanoscale 比较适合于奈米尺度 为什么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体积小 分子数目少 那你用跑出来的这个 就是跑出来的结果 比较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刚刚不是提过吗 他跟n的平方层子 正比 那除此之外 分子动力学 还可以拿来摩尼 还可以拿来摩尼 沸腾 boiling vaporization 蒸汽蒸发 还有呢 ablation 去消融 比如说用雷射去加工 金属变融化 这些也是可以用MD 来做摩尼 所以MD 事实上 它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 它可以解决 或者是说处理 很多机械上所用的问题 所以你们如果去看 最近 就是台湾的 在机械领域的学者 发配分很多的MD 沾了不少 因为它什么问题都可以解 反正就是丢到电脑里去跑 电脑装来装去装 那个分子里面装来装 就得到答案 这个就是MD的方法 而且呢 注意到最后一行 画黄色的告诉各位 MD虽然有那么多缺点 但有时候它是唯一的解药 MD通常来讲 它有时候在许多奈米尺度的现象里面 你没有办法做实验 没有其他的数字理论可以解决 那怎么办呢 你只好信任你的MD 因为MD它其实说穿了 就是电脑里面的实验 就是给它一堆分子 然后在那边跑来跑去 所以它呢 其实是在电脑里面进行的实验 所以它 有时候会是唯一可以解决 或者是寻找奈米问题 实物问题的答案的一种方法 所以这个是MD的好处 好 那介绍完了MD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焦点移转到 前面讲MD它是一个Deterministic的方法 也就是说它是完完全全每一步都很决定 那如果我们要移到这个Stochastic 也就是统计学的方法来讲的话 那又跟MD差不多的 那就是谁呢 就是所谓的Direct Simulation Monte Carlo Math DSMC 如果在介绍DSMC之前 你要回到前面去看看的话 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表 告诉你说这个DSMC 基本上面可以解决Transition 可以解决FreeMurcle的问题 那Botsman Transport Equation 就是刚刚的MD也可以拿来解决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里面提醒各位 基本上DSMC也可以拿来解决这些东西 甚至DSMC它横跨到三个 到这个Sleep Flow它都可以 好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DSMC DSMC 基本上面来讲 它呢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非常这个Powerful非常强大的工具 那它可以处理Transition Flow FreeMurcle Flow 有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跟你的Continuum Model 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Hybrid Method 换句话说它可以怎么样 通吃 就是 就是那四个Regime 四个流体的Regime 四个流体的Regime 这个DSMC 通通可以解决 有时候 当然它不是那么有效率 但是它可以解就是 有时候杀鸡用牛刀 你把这个东西拿去解 不是不可以解 只是解的不太有效率 这代表问题 所以换句话说它可以解四个都可以解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DSMC Direct Simulation DSMC的原理 基本上面跟MD一样 换句话说 MD做的事情 DSMC都做了 你一开始要给那些球球 那些分子的位置 基本上 这个DSMC也做了 给位置 给速度 差别在什么地方 差别在那个电脑开始跑 这个手一弹 诶 让那个分子开始撞来撞去撞来撞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 MD 它每次的碰撞 它都要遵守牛顿的定律 也就是动量手 很动手 蹲力是按照牛顿定律 那DSMC呢 这个时候几率的脚手一跳进来 它的碰撞不是动量手的功能手 它是按照某种程度的统计分布 所以这个DSMC啊 基本上面来讲 它呢 是用一种豁然率的概念 去处理这个碰撞 那基本上面来讲呢 它呢 并不是遵守着原先的分子运动的方法 但是呢 它呢 基本上呢 它是用一种豁然率的过程 就是统计的过程 去处理 它可能 诶 两个这样撞在一起 那可能动量 会有什么样的分布 动能会有什么样的分布 但是不是动量手痕 动能不手痕 这个是DSMC 跟你的MD最大的差别 好 那 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啊 这个DSMC 它仍然是一样 与时俱进嘛 随着时间不断的累积 不断的演进 那它的演进的时间的步进大小呢 仍然是要小于你的relaxation time 因为它还是在处理碰撞 它还是要小于那个步进 那 这个 因为 在处理这个碰撞的时候啊 它呢 是按照这个统计的分布 所以呢 它不是要处理所有的分子 那基本上就是撞在一起的时候 它才用统计的方式去处理 所以你可以想见 它的计算量 会比前面的MD要来的小 好 因为它是用豁然率嘛 它不需要去追踪没有分子 还是往哪边走 输入是多少 不用 它只是要做碰撞的概念 那这样的话呢 会代表 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带来什么 它的计算量 跟你分子的数目 关系是谁呢 不在 前面MD是跟N平方 DSMC 所以 100万个分子 来讲 10的6次方 好了 那你所需要的运算量 用MD 你可能是10的12次方 但是呢 你用这个DSMC的话 你只需要10的6次方 所以分子量 分子的数目越多 你这个MD所消耗的资源 就越高于你的DSMC 所以这个是你的DSMC跟MD的区别 跟产生的效果 那当然在这个课本里 这个后面 这一张投影片 这一张投影片 后面就提到了 这个基本上面 DSMC呢 也可以拿来做 这个Continuum Regime 但是呢 它基本上不是那么有效率 这是我刚刚提到的 好 介绍完了三种方法 金格波兹曼法 这个分子动力学 以及直接 这些MD卡罗摩尼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考量到 就是 它 在前面所介绍的 Venayne流行 它不是有华仪吗 那我们来做一些 华仪的介绍 怎么样去表示 这个温度跟速度的不连续 那在华仪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怎么样去定义 好 那接下来 这是今天的第二部分 我们来看看Velocity Sleep 跟Temperature Jump 速度的华仪跟温度的 这个不连续 这个跳跃 这边画了同一遍 就是球球跟这个墙壁碰撞 为什么会画这个球球跟墙壁碰撞呢 是因为速度的华仪跟温度的不连续 什么时候会显出它的重要性 就是当你的那个儒生素 怎样变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分子跟分子之间的碰撞 相对而言 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变成谁 分子跟墙壁之间的碰撞 对不对 因为平均自由路径 要来的小 要来的大 它在撞到墙 它在撞到其他分子之间 就已经先撞到墙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研究这个目的 那好 我们来考虑到 一个分子跟一个墙相撞 会发生墙 就像一个球 弹到桌面上 要弹出来 首先你会考量到的是 它往哪儿弹吗 那在之前你要考量到的是 它会不会弹出来 对不对 如果不会弹出来就是这样 东 你黏上去了 那就没有欧续的问题 考量了 只有当它会弹出来的时候 你才会要考量它 它往哪儿弹 它的速度是多少 所以为了这个问题呢 基本上面来讲呢 我们就来考虑到 球球跟那个墙壁相撞 那通常来讲 它都会弹出来 我们不考虑到 这个absorption 也就是说 我们不考虑 它黏在那上面 附着在上面 不考虑站在那上面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说 它弹出来 有两种极端的情况 好 好 第一种极端的情况 是我们最能够直观的想出来 叫做什么呢 叫做specular reflection 是specular 为什么 specular的定义是 所谓的静色 所以呢 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代表是 球球打到这个墙之后 它弹出来 就好像光照了镜子出来的反射一样 好 那这样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代表是说 它出来的角度跟速度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入射速度等于反射速度 对不对 应该说入射速率等于反射速度 速度的话 还要考虑到方向 OK 那 那 速率一样 速度呢 normal 也就是正向方向 反过来 但是水平方向 切线分量不变 这个 是所谓的specular reflection 那如果所有的分子都是specular reflection 代表什么 代表它跟这个墙面没有动量的交换 没有这个解音力 墙没有给它任何的解音力 所以它纯粹就是东撞过去而反弹出去 所以 你会 认为 no sure force or friction between a gas and a wall 这个 是当它是specular reflected 可是 这个 违反我们一般 认知 的机械 你通常 碰到任何一个表面 它再怎么光滑 都还会有摩擦力 都还会 稍微的吸收一些 你的能量 对不对 那所以呢 这个是理想情况 specular 是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 是什么 另外一个极端 叫做diffuse diffuse reflection case 基本上是什么 基本上是 你求求 撞到这个东西 撞到这个墙壁之后 它出来的方向 跟你从哪射进去的 无关 它完全是 某种程度的统积分布 方向是水积 速度是一种分布 这种东西 叫做diffuse reflection 好 那这种diffuse reflection 其实你可以把它 视为什么 把它视为 你的分子 撞到墙之后 跟墙 瞬间 粘在一起 达到平和 再由墙 释放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某种程度 在上面来讲 这个墙 所释放出来的时候 才会不具有 方向性能 因为它的过去 已经忘掉了 它从哪进来 不重要 墙已经把它吸收掉 完全不重要 然后墙释放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是有来自于 墙的温度 所以它所代表的一种分布 是来自于墙 这个温度底下 也有某种程度的统积分布 所以它可能快 可能慢 那看墙的温度高还是低 墙的温度高 那它快的分子数目 会多一点 墙的温度低 它快的分子数目 会少一点 它是遵照着统积分布 至于方向 因为墙是平面 所以弹出来 或者是射出来的分子 是整个半球空间的分布 不去任何方向 所以你第二种极端的Case 自从Diffuse 可以这样想 它是跟墙达到平衡之后 正在出来 所以它有 你可以说 它已经忘记了它的过去 一开始 从哪个方向射进来 它的速度是多少 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 它是跟墙达到平衡之后 由墙射出来的 所以你就不要把它想说 是反弹的 它是来自于墙 好 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 你再看下一张投影片 你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基本上面来讲 下一张投影片 这是我画的图 那Specular Reflection 就是说 它这样弹进来之后 它的切线方向的速度 不改变 但是呢 垂直方向的速度 反过来 就是 方向是反的 所以它就会这样弹出去 这是Specular 那Diffuse 是这个进来之后 它呢 跟这个墙达到平衡 那它呢 会遵照 Maxwell Velocity Distribution 射出去 射出去的方向 规定一样 通常不一样 而且是随机分布 这个是你的 这个两种极端的Case 球球跟墙壁的作用 好 前面解释的是 定性 性 性质的解草 那量呢 我们总是要一个定义 它既然是借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那我们就希望能够用一个 无因此的参数去定义 它到底是靠近谁多一点 好 所以这就出现了所谓的 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 Accommodation是融入 这个 这个融合 那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呢 指的是 这个例子 跟这个墙之间 它的这个融合 那针对 momentum 动量 它有两个 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 这两个配合的西数 动量呢 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呢 分两部分 第一是切线方向 第二是垂直方向 normal跟tangential 一个是n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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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p 就是动量 下标的 i跟r 指的是 入射 incident 跟反射 reflected 那 w 指的是什么 指的不是强 它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马克思威尔速度分布 那当然你会说老师 那这个马克思威尔速度分布 不就是依照强的温度所定义的吗 是 没错 但是w 指的是 你知道吗 马克思威尔速度分布 底下 它的动量 那 所以这里面 分子分母 pi pr pi pw 都解释给你听了 好 那这样的话 p是动量 那我们来想想看 如果是speculate 你这两个比较会是多少 speculate pi 跟pr 是不是一样 在tangential的部分 那normal也是一样 所以speculate 这个是零 这个也是零 所以你可以想见 在极端 在最左边的极端 就是在speculate 的情况之下 诶 这两个commodation 是零 诶 所以 如果是diffuse reflection 呢 我们不看下一张图片 只是多少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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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fuse 对吧 Diffuse 对吧 一样 OK 这就是他设计的 他为什么要找这个参数 他就是这样设计的 你有两个极端嘛 那想办法让他零 一 那他为什么会是一呢 你看看 什么时候会是一 分子分母相等嘛 对吧 那这个 如果是diffuse的话 分子分母会不会相等呢 会呀 因为你的pr 就等于pw嘛 就反射你就是 用马斯威尔数部分母嘛 所以这两个会相等嘛 分子分母相等嘛 所以 αV跟 αNu 跟αNubran 会是E 所以呢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我们创造了 这两个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 可以适当地表示 你的speculate 跟diffuse reflection 中间的任何一个 一种 momentum的交换 所以他就是拿来 作为这个定义 所以在这边告诉你说 诶 这个是零 for specular reflection 这个是E for diffusive reflection 那 介于零与一之间的 这个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 可以用来表示 你的例子 弹出来之后 究竟是 怎么样的分布 动量既然介绍完毕之后 我们另外关心的是什么 另外关心的是能量 对不对 能量就是要用什么 要用sermal 所以 除了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这个 这个momentum 它有这个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 跟墙壁之间的热交换 我们也有所相对应的 sermal 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 好 那这个sermal 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 我们用α 但是下标用t 为什么 因为它是热的嘛 它是温度嘛 所以它是用t 来定义它 地质跟这个 墙之间的交换 Epsom是谁呢 Epsom 这里不是能接哦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 平均的能量 也就是说 average energy of molecules 是指的是分子的平均能量 好 那下标i r w 我就不用解释了 其中这个w啊 就是代表说 你的mokio跟墙 达到同样温度的时候 你的速度分布 好 那当然 我们之前就学过了 如果 它是debuse 这个r就会等w 所以呢 α t 会是e 如果是specular呢 r是等于i 所以这个分子是0 所以跟刚刚的那个 momentum 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 一样 这个sumo 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 也是一个 介于0 比1之间的数目 它可以用来表达 地质跟墙之间的 能量交换 好 那可以用来表达 这个能量之间的交换之后呢 但是它呢 某种程度上面是间接的表达 它是用εψ 是平均的能量 我们比较希望是什么 比较希望能够跟温度直接扯上关系 好 那可不可以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 最简单的case 单原子气体 单原子气体啊 你会发觉什么 你会发觉老师 你前面的定义是什么 前面的定义是εψ 是能量 单原子气体它有什么能量 说穿了它就只有动能 对不对 它只有移动的动能 translational kinetic energy 那只有移动的动能之外 这个动能又跟谁有关 它只跟温度乘着比 跟绝对温度乘着比 好了 所以呢 所以你把前面的这个εψ 跟动能有关 动能又跟温度有关 这样换下来 四个都换 那你就可以得到 哦 原来你的Cermal 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 也可以表示成温度的形式 把前面的εψ 换成G 这个是在单原子气体的时候 可以施用 那你接下来一定会想 那老师多元子气体 多元子气体是不是适用 理论上是不适用的哦 但是 我们来可以想见一下 基本上面多元子气体 你会发觉 多元子气体它储存能量 除了移动动能之外 它还有什么 它有转动动能跟 是吧 震动的动能 而这三个动能 它们彼此之间的 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 通常来讲会不一样 或者我们可以 预期它是不一样 可是我们知不知道呢 不幸的 我们不知道 所以呢 due to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我们缺乏任何相关的资讯 所以呢 我们只好怎样 我们只好说 哎呀 反正差不多 所以呢 我们就把前面的公司 也拿来用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把前面的4.70币 我们可以把它延伸到 我们的多元子气体 那注意到哦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 适当的假设 补充性的假设 假设 假设什么呢 假设啊 假设啊 你的这个 这个 temperature difference 是非常的小 使得你的比热不太变化 不随着温度变化 好 否则的话 你这个是不能用的 好 单元子气体 多元子气体 多元子气体 我们介绍完了 它简单的这个 simal 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 之后 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 这个simal 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 究竟跟谁有关系 哦 跟好多东西有关 第一 nature of molecules 分子它的自然 它的特质 是什么 除此之外 第二 molecular structure of solid wall 跟其他自然的自然 墙的分子也有分子 也就是说 你在撞的时候 你不 你同样的气体 但是撞不一样的墙 因为 accountation 也会不一样 surface roughness 墙的粗糙度 同样都是同墙 同墙铁壁 但是同墙有些会生锈 有些会有粗糙啊 也是不一样的哦 cleanness 干净程度 上面有没有灰尘啊 墙的温度 taperture 还有呢 degree of rarefaction 它的稀少度 哦 所以 你会发觉 哇 原来 thermal accommodation 它其实是一个 好复杂的函数 它大概跟那个谁一样 跟那个h一样 compaction coefficient firm coefficient 它是一堆东西的函数 但我们牛顿先生呢 就把它整合在一起 它可以是流体性质的函数 可以是表面 这个 这个流道的函数 对不对 然后呢 还可以是这个 一堆东西的函数 但在这里呢 the thermal accommodation 它也是一堆东西的函数 所以啊 所以你就会发觉 在文献里面 这个 thermal 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 差很多 虽然都在0.1之间 你会说 老师它绝对不会超过1 也不会小于0 对 没错 但是呢 0.1之间它会跳海角去 据个例子 据个例来说 这个air aluminum 空气跟铝 我们在这个 或者是空气跟钢 大概是0.87到0.97 但有时候呢 它会掉到0.02 在你的 纯氦气 跟你的 干净的金属表面里面 那其他的呢 它会有0.87 0.75 有0.85 这些东西你可以看一下 所以在文献当中啊 这个 simal accommodation coefficient 它的变化其实还蛮大 那你如果要计算 或要应用的时候 要注意到 你适用于哪一种情况 不要随便抓个处置 就带进去 不建议抓0.5 你会发现它其实 大部分都不带0.5 那最后一句话 您下课之前提醒同学 α5 v' 通常来讲它不是太重要 相对于α比 也就是α5比的重要 所以呢 我们通常来讲 而且这两个数啊 通常会不一样 但是呢 为了简化 我们又会把αμ' 假设为α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继续